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到每10万154.53人 50岁以上人群发病 则占全部发病的80%以上 看了这些数据 你担心过你的家人和自己吗 如果癌症只表现为一个孤零零的肿瘤就好办了 所以过去我们在医学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只看到这个肿瘤 而忽略了我们整体的生存环境 治疗只在果上用力 用手术把它割掉 用化疗去毒它 用放射线去罩它 烧它 反正用各种方法把它杀掉就好了 然后要越用越重 真的把它杀掉 癌细胞死了 人也就死了 其实要想得癌症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的人生有着强大的自愈能力 癌症的产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 而是我们生活长久 偏离了阴阳平衡之道的结果 所以为了十年后不要得癌症 这五件事务必马上做 太重要了 今天小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预防癌症的五大妙招 希望大家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能够多做或者全做 还自己一个健康的未来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对小关最大的肯定 谢谢大家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通过多吃五骨 维护我们脾的正常功能 脾一定要先恢复 一定要养成习惯 每天的三餐的五骨杂粮 一定要占总饮食的50%以上 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 杂粮就是红豆 黄豆 绿豆 艺人等 这些都是杂粮类 帘子也很好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脾好 干就好 脾负责造血 一天有两个重要的时间 就是子时和午时 所以你该休息的时候 一定要休息 每天利用睡眠的时间 脾去收集血液 送到肝脏去解毒 解毒以后 干净的血液送到心脏去 心脏再送到全身 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每一个送到的地方 都能获得营养 就能够获得健康 很不幸的是 现在很多人 脾已经出现了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最养脾 五骨最养脾 可是为什么现代人脾这么差 身体这么多病呢 就是因为都不吃五骨杂粮 现在的年轻人吃汉堡 炸鸡 牛排 薯条 好不容易吃一点米 又吃白米 所以你一定要吃五骨杂粮 原始的杂粮 比如糙米 在整个饮食习惯上来说 一旦你能够调整作息 穀物一吃 脾脏的功能 就可以首先得到恢复 第二件事就是 一定要早睡 越睡越累 就是肝脏出问题的情绪 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肝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晚睡 吃油炸的东西 坏脾气 是肝的三大克星 油包肝 你吃油的东西 油把整个肝包住 肝的功能就会完全丧失 所以我们不能吃得太油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 感觉不适的时候 有痛苦的时候 代表我们要改变 一定要保护你的肝 肥肝后味不仅是油而已 最关键的是 食物中的农药残留 PM2.5 空气中的各种有毒威力 凡是脂肪 膨大剂 各种化学添加剂 严重的农药残留 重金属威力等等 这些毒素 多是脂溶性的 不但会沉积在脂肪里 更造成整个身体的 新陈代谢都变得病态 身体感到沉重 反应迟钝 睡眠变差 性后不减乏 三高等症状 常常是第一波讯号 第三件事情 每天按时排便 恢复大肠排便功能 如果你经常感到疲倦 干出问题 你就应该早一点休息 每天早上 你上厕所感觉很困难 上厕所就想打仗 跟马桶打仗 真的很可怜 健康的人大便出来 每一条纸径大概在2到3公分 30到45公分长 如果你放在土地上 它可以转一圈 还在冒烟 还不止这样 闻一闻 还有香草味 为什么 因为毒都排掉了 你们没有感觉 牛粪就有香草味 可是现在的牛粪很臭 因为现在牛吃的东西 也是乱七八糟 还有就是 牛打扛生素 如果你上厕所有困难 这表示什么 万病之源 都是从你的大肠 不能正常排泄开始的 如果你大肠很好的时候 每天早上 应该不是自己醒过来 而是被大肠的蠕动叫醒 大肠蠕动在叫你了 为什么 因为五到七点 就是大肠最活跃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告诉 癌症病人 一定要九点睡 糖尿病也是 一般人 十一点前一定要睡 因为你的大肠 早上六到七点的时候 自然就会入洞 叫你起床 蹲马桶了 每天吃几餐 就排几次便 那么 你一天要上几次厕所才够 请记住 如果四五天 才上一次厕所 叫重度便秘 两三天上一次厕所 这个叫中度便秘 一天上一次厕所 叫轻度便秘 怎样才是最健康 最正常的呢 就是每天吃几顿饭 就去上几次厕所 这个叫健康 每次坐下去 两三分钟就能解决 所以为什么肝不好 跟大肠 有直接关系 只要大肠一通顺 肝好了 免疫系统 也会跟着恢复 而且送到心脏的血 都是干净的 什么病 都不容易罹患 第四件事 就是要注重我们 对肾的日常保养 因为预防剩余治疗 肾脏是身体新陈代谢 排出废物 排毒的重要器官 全身的血液 每小时 经过肾脏20次 血液里 新陈代谢的废物 透过肾脏 过滤变成药 排出体外 肾脏功能失调 会引起腰酸背痛 水肿 疲倦 失眠 耳鸣 脱发 视力模糊 反应迟钝 情绪低落 恐惧感等等 任何进入身体的饮料 食物 空气和情绪压力 所产生的毒素 都会经过肾脏 如果污染物质太多 造成肾脏负担太重 短期 也许会出现阻塞 发炎现象 长期则有节食 功能衰退 血液不干净等各种风险 所以肾的日常保养 预防剩余治疗 注意保健 避免对肾脏的伤害 才是上上之策 造成肾脏失调的 主要原因有下 一 工作过劳 压力太大 没有充分的休闲 二 服用西药 如消炎止痛药 抗生素等 三 环境污染 水源 土壤 空气 噪音 四 饮用酒 咖啡 汽水 冰冷饮料过多 五 潮湿寒冷的天气 六 防湿过度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以上 这六点导致肾脏失调的 主要原因 把对肾的保养 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最后一件事 则是释放压力 达到身心的放松 许多人都曾经感受到生活 工作 甚至人机关系的压力 压力处理得宜 会变成一种动力 产生生命的活力 可是如果这个压力持续存在 就没有办法得到疏解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严重危害 大部分的忧郁症 都是有很大的压力突然到来 没有办法转化 压力来自于遇到许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把困难改变 跟压力关系最大的是癌症 对癌症前六个月 几乎都有重大的压力事件发生 当你感到压力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放松 下面小关再来为大家分享六个 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释放压力的方法 第一 静坐 静坐在椅子上 让脑海有短暂的空白 什么也别想 也不必顾虑时间的流逝 唯一需要做的是双目紧闭 默默地进行一呼一吸 以深呼吸为主 每次静坐五到十分钟 人的心跳会放慢 精神紧张的症状会得到明显改善 第二 运动 动和生羊 让你整个人震动或舞动 很快就可以提振精神 最好有个规律性的运动 因为运动是疏解压力的最好方法 另外 每天赤脚在地上走 也可以释放压力 但是前提是 有没有把它当作生活中的 规律的一环 第三 就是睡眠 睡眠是妙法 但是现代人普遍睡不好觉 台湾医师协会统计 台湾每天靠安眠药入睡的 有五百万人 睡觉是一门大学问 千万记住 晚上睡觉不要把手压在胸口 为做噩梦 也不要压在腹部 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 放在两旁 手心朝上 睡眠品质越好 压力释放的速度就会越快 可是不要等全身 非常累了再去睡 很容易睡不着 很累还睡不好 这就表示 你的肝已经严重受损 第四就是休息 休息和睡眠不同 休息是脱离原来的工作 转换一个场景 举例 吃饭的时候不要在原来的办公桌吃 尽量带便当 或者是在公司食堂吃 不要到外面吃 浪费时间 而且外面很多都是垃圾食品 尽量带便当 比较节省时间 吃完之后 留15分钟 来做和上班无关的事 剩下来的时间做复视呼吸 透过呼吸来放松 第五是饮食 不要吃高压力的食物 什么是高压力食物 可乐 汽水 咖啡 茶 酒精 香烟 薯制品 及肉制品等 所有的肉 尤其是经过油处理的肉 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什么食物会使心情愉快 最重要的食物 蔬菜 五谷杂粮 第六是晒太阳 晒太阳在中医里被称为天灸 属于温补之法 中医认为 晒太阳可以温序体内的阳气 阳者为外而围固 有了正气就可以驱逐体内的浊气 好了 今天关于预防癌症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 但是癌细胞不等于癌症 更不等于恶性肿瘤 从癌细胞到癌症之间 到恶性肿瘤之间 有很长一段距离 如果不重视预防癌症的话 这个距离就会缩短 那么迟早会得癌症 会得危及生命的恶性肿瘤 甚至会死于癌症 希望大家能通过 今天小关分享的内容 认真对待预防癌症这件事 还自己一个健康的未来 如果您对预防癌症 也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 那就赶紧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